我想跟您請教說針對這個內閣改組的問題 那昨天的國運前是指說 如果內閣這個不換的話 整串可能會溺水 另外小麗媛也有提到說 魏劉蘇奎的話 沒有辦法表現出民進黨的反省 還有就是也有傳出說 是不是陳時中有可能接任副閣奎 您怎麼看 內閣的布局呢 我的答案跟前幾天一樣 有定案就會跟大家報告 大家不用過度的議測 而我們的目標就是要穩定政局 也要開創新局 總理好 我是台式新聞的蕭炳 想跟您請教我一下 就在國防改革證告一段落之後 那怎麼看說在過年前 這個事實要起到內閣改組 大概什麼時候 那蘇院長是不是會繼續留任 還有以及怎麼看說 不管是黨內或者是在野黨 都有提到一些部分官員 都應該要下台要離開 那總統認為說 要調整到整個幅度 才能符合人民的期待 謝謝 這些事情之後到了我們就會跟大家報告 所以不需要急著問這些事情 到今天你們要報導的已經夠多了 老師來請民視 總統您好 民視蔡沛華提問 因為很多國人還是關心經濟上面的議題 那今年我們的總稅收是比我們的總預算多了4500億 所以包括超越很多立委都認為說是不是應該要還稅於民 就是說比如說發現金或者是發幾倍券 那讓人民有這個還稅於民的感覺 那不曉得政府是不是有相關的規劃 那我們確實有這樣的預算可以發錢給民眾嗎 那另外因為先前府有預告說我們會召開國安高層會議 討論經濟的對應 那不知道這個日期已經定了嗎 謝謝 我們疫情老實講影響到台灣將近三年了 那再加上我們明年的經濟情勢 其實挑戰性是很高的 所以我們必須為明年的這些情勢必做準備 那所以我們有請我們行政院 開始討論各種方案 那所以在這個禮拜 我們會找一個時間來開我們的國安高層會議 就是我們整個總體經濟 還有我們的產業所面臨的困境跟困難 我們要有什麼樣的作為 那另外就是說在這個困難的經濟 具有挑戰性的經濟情勢底下 有一些我們社會上的人 是需要我們國家特別照顧的 那我們也都會把他們一一的找出來 所以我這裡要講的是說 不同的階段 怎麼會有不同的做法 那我們面臨明年的這樣的經濟情勢 確實是我們要好好的花時間 來看我們應該要有什麼樣的作為 來應對明年的情勢 那重點是錢要花在刀口上 要幫助到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所以所有的方案我們都會審慎評估 那有決定的時候再跟大家報告 有些部會首長在打群的態度 確實是令人覺得非常的傲慢 其中就以花進群為首了 面對社會問題 面對民眾的期待 是用這種態度的話 那我覺得他真的非常不適任 而且他的EQ也非常的差 那如果是動不動就離開背群台 或者是說 用那種輕蔑式的語氣 來面對質詢的話 我覺得這是對於民意代表 對於人民的不尊重 這麼遠 哪裡 你有資格下去嗎 上來 你站到背群台上 你是什麼東西啊你 你現在囂張成這個 你現在囂張成這個程度 今天執行的過程 能力的結束 我們的資料庫真的是用最高規格的 你回答不出來的時候 你把這個當作形容詞我不能接受 你不能夠接受 今天憲法確保我的一個質詢的權利 我不在乎你可不可以接受 那我可以 今天憲法 上面就規定我有質詢權 你有背詢權 你有背詢權 背詢的義務 在我整個質詢的過程當中沒有結束之前 你沒有資格下去 你可以決定你要辭職 你可以決定你要下台 謝謝委員 請教你 我不知道 對不起 因為昨天在那個網路節目有講到 就是說希望這個內閣這個人人士 希望是團進團出 對因為大家都是認為說 希望新的內閣能夠更謙卑的傾聽民意 來回應民眾的想法跟期待 所以我也希望新的內閣能夠是更 溫和更謙卑更理性的來面對民意 所以我覺得目前的內閣 確實有很多讓人民覺得說部會首長 不管是在質詢的態度 或是對於很多政策沒有辦法說明清楚等等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新內閣新氣象能夠團進團出 你怎麼來看昨天林鶴明在中常會有說 這個側翼不是這一次敗選的主要原因 怎麼來看他這樣的說法 我想敗選的原因非常的多 那當然我最主要提出來就是說 當民進黨如果只剩下一種聲音 或者是說有不同的意見就被出征就被洗白就被攻擊的話 那就會陷於一個同溫層的一個迷思裡面 導致聽不到真實的聲音 那也是這一次敗選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因素 而讓我們覺得說好像自己聽到的都是好消息 都是支持的聲音 但其實其他民眾不發出聲音 不發表意見 不代表他們是支持的 那如何能夠讓真實的民意 或者是能夠更了解其他民眾的想法 就是這一次敗選之後 我們必須要去更努力的地方 那如果說當這些所謂的側翼網軍 都會對一些不同的意見想法來做攻擊或出征的時候 那就會導致其他民眾可能不敢 或是不想 或是也不願意再表達意見 那我覺得這樣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情 我覺得改組就是希望能夠有新的氣象 那大家也期待說 那個能夠換學改革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如果能夠有一些不一樣的新氣象 我想大家是非常期待的 謝謝 我主要就是針對說有些部會首長 在達群的態度 確實是令人覺得非常的傲慢 那其中就以花進群為首 那我覺得花進群代理部長 那在面對我們推動時評制 或是高房價高公社的問題的時候 達群的態度其實是非常不適當 因為我們所提出來的是 是人民普遍的問題 而且是迫切需要改革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不是我個人的問題 是社會的問題 那如果他面對社會的問題 面對民眾的期待 是用這種態度的話 那我覺得他真的非常不適任 而且他的EQ也非常的差 那我們也希望說部會首長 就算你不支持 或者是不認同民意代表的質詢 你也應該要用一個理性溫和說理的方式 去講出你的道理 那我相信民眾心裡也都有一把尺 就是說民意代表的質詢 可能不一定有道理 或者是沒有道理的地方 但是你不應該是用這種 就直接咒罵或者是攻擊的方式去回應 而是應該要理性溫和的講出說 政府現在施政的難度 或者是進度 或者是對於這個政策推動的方向 我覺得這樣子可能會讓民眾比較能夠接受 那如果是就是動不動就離開主席台了 被尋台 或者是說用那種比較 屬於輕蔑式的語氣來面對質詢的話 我覺得這是對於民意代表 對於人民的不尊重